我当市长每年都来种 OK 好不好 好 积极争取民进党内提名 参选台北市长的立委姚文志 假日来到万华 当一日农夫 体验甘蔗采收的乐趣 我吃点的穿那些饱要怎么弄 这样就来三岁上了 边削甘蔗皮 还跟公众人员聊天开开玩笑 姚文志大展亲和的一面 还要学习如何种甘蔗 而被问到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 参选人百家争鸣 姚文志表示一切乐观看待 好像每周一市长 台北市长选举这一次 我们大家就来吹奏一曲琵琶行 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参选 大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讲出来 各党派也好 或者是有质于首都市长的 大家都来 我觉得都很好 非常欢迎 台北市长这一局 网红台大教授李奇坤也加入战局 甚至还传出府院高层 看上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希望能吸引年轻选票来对抗柯文哲 不过姚文志不担心 认为具体的市政理念还是最重要 其实坦白讲我到目前为止 讨论那么多市长人选 那真正深入这个城市 要带动这个城市改革 提出市政理念的 我看几乎没有 包括现任市长也没有 那这才是严重的问题 重申自己的参选决心 除了搬出市政拼选战 也期望能导致甘蔗 利品出现 环宇新闻江显东 陈一荣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